时辰到了 得去勾那个人的魂了 今天要是再不把那个人的魂魄勾回来 阎王肯定会发飙的 时辰快到了 马上到一根了 你赶紧躺进棺材内 假装死亡 黑白无常要来了 九叔 可是我还是有些怕呀 你怕什么 你要记住 不管提到什么动机 你都不要出声 只要过了三根 等到公鸡叫了 你就可以出来了 九叔 我还是有点担心啊 万一黑白无常不吃这套怎么办呢 只要我交代过你的这些环节没有出错 那就不会出问题 切记 一定不能出错 我走了 九叔 你去哪啊 回家 我不能在这里 我在这里反而会引起他们的怀疑 你自己当心点 奇怪 这人怎么就死了 那还不好啊 忍得我们麻烦 还要锁命 这下直接可以带走了 他爹在烧纸钱 等他烧完这些纸钱 我们再走 九叔没骗过 九叔没骗过 这俩货果然是个世前如命的鬼 完了 之前快烧煤了 哎 这下咋办呢 他钱烧完了 我们也该走了 快去把他魂魄拿出来 啊 他没有死 是装的 儿子 快跑 啊 这下完蛋了 九叔 快开门呐 完蛋了 我儿子被他们带走了 现在才三根不道 你是怎么搞的 嘿 这一切都怨我呀 我一紧张就把纸钱给烧没了 那这下就完完了 九叔 求你了 你再想想办法吧 我只知道现在只有你能救我儿子了 还有一个办法或许可以试试 不过会很危险 搞不好我也回不来了 什么办法呀 下地府 啊 什么 下地府 不错 当年祖师爷还魂 也是下地府才救回来的 现在你儿子已经被押去地府了 想要救回他 只能闯地府把他拉回来 需要我做什么 我需要借助你那盏鹦鹉灯 先找到通往地府之门 等我灵魂出窍后 你就点上长明灯 切记 不要让灯熄灭了 不然到时候我们回阳间就找不到路了 还有 我去地府的这段期间 不要让任何人以及猫狗之类的动物 接近我的真身 否则会出大事 会出什么大事啊 这你就不用管了 只要记住我跟你说的话 还有 我们只有七个小时的时间 如果过了七小时后 我们还没有回来 你就把我的真身和你的油灯一起烧掉 为什么呀 因为这是个入口 也是出口 如果七个小时已过 地府那些乌魂野鬼就会看到这个出口 如果让他们从这个出口逃出来 到那时就麻烦大了 那岂不是你们也回不来了 所以我们要争取在七个小时以内 回到阳间